再来关注地方新闻 根据洛杉矶国家森林官员报告 Saint Gabriel山蜜的三火野猫 在昨天夜间就持续向蒙洛维亚方向蔓延 并且在巴克福恩地区2号公路以西有显著的增长 即使是消防人员连夜训战 以防止森林大火蔓延到人口密集的社区 但Arcadia和塞拉马德雷居民 仍在周日仍然接到撤离的通知 以防三猫三火造成人员伤害 周日上午10点左右 Arcadia市下令艾肯斯大道尔北和圣安尼塔大道尔东的居民撤离 统一从圣安尼塔大道离开直至另行通知 红十字会已经在圣安尼塔大道建立了疏散中心 Arcadia警察局在强制疏散区内提供例行巡邏 并且帮助需要疏散的老年人、残制人和高风险人民 不过几间的艾肯斯大道尔北收到撤离令的华人家庭就说 虽然那些火看起身就像家后的山林燃烧感 但实际上还有一段距离 一旦他们撤离可能几天都没办法回家 因此他们商量之后 虽然将一些重要的物品从家中撤离 但周日仍然会留在家观察火势 做好随时撤离准备 但星期一再观察火势决定是否真的要撤离 经过昨晚夜晚 消防员的通宵工作 三猫野火仍然蔓延进入Arcadia市北面的平原地区 目前大火烧毁了公园上的山坡 但公园并没有受到大面积破损 直至星期一的早上Arcadia没有任何建筑物受到破损 目前大火已经烧毁了31991英帽土地 只有6%得到了控制 洛杉矶国家森林将为9月14日星期一下午6点半 通过Zoom主持一场虚拟公开会议 届时会公布破灭三猫大火的最新消息 根据美国林务局表示消防官员预计到10月15日至月底 才可以全面控制火势 千蓝维视编辑报道